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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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に仏教会なんですけれども他にも日本の固有の神道ですとかキリスト教なんかのそういう記事を集めて作っている新聞なんです で宗派的には超宗派のそういう新聞で週3回タブロイド版で発行しているんです 早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今回の来日の目的をお聞き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のように私たちの神様については この世代の人物を見ることは この世代の神様について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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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 逐渐逐渐这个感情都淡薄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佛教 我们也促进每一个宗教都要走向教学 走向宗教教育 那么宗教的形式固然重要 宗教的教学更重要 那个形式就像外衣一样 而教学呢才是内容 所以如果不能把经典里面的理论 方法境界落实到生活上来 这个宗教的时候 这个前途一定是很渺茫的 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弗当年在世 他是为大家讲经说法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教学 解答大家在生活方方面面的疑难问题 那么他工作了49年 这是给我们做下很好的模范 所以佛教是一个社会教学 所以昨天虽然我们跟水谷先生初次见面 这是也非常之难得 我们的想法看法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水谷先生也约了我们 这几天我们还有两次 做深入的来探讨 昨天的说明了 宗教協力的事情 非常非常地 強調 日本教団有很多宗派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これからどういうふうな協力を進めていきたい 世界是多元的宇宙是多元的 我們一個人的身體也是個多元的 你譬如以身體來做比喻 身體是有许许多多器官組合的 大致来说頭是一個部分 手足是個部分 身體是個部分 在細分頭部里面眼是個部分 耳是個部分 鼻是個部分 整個組合完整的身體 如果說這些器官都不合作了 那我們這個人的問題就來了 所以這個社會也是如此 社會是多元 它是許許多多不同的族群組合 一定要活目相處 社會才會健康 世界才會健康 假如個個都不想往來了 社會就生病了 地球也生病了 人要受苦難 我們每個人都受苦難 所以一定要肯定多元文化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能夠認知 要能夠合目相處 平等對來 那麼在中國以中國的文化 以孝道 私道為根本 日本的文化在很久遠就從中國傳來 也是以孝道 私道為根本的 私道 老私 師道 是的 那麼佛教宗派再多 都是釋迦牟尼佛傳下來的 我們都尊重釋迦牟尼佛 如果宗派當中彼此互相不相往來 那就像一個家庭一樣 這個父親祖父傳下了這個 兒女兄弟不和 彼此不相往來 你說做父母的人多傷心 我們今天是佛傳下來的這些宗派 我們固然每個人都敬佛 天天禮佛 禮佛 但是兄弟之間也不往來 我相信 尊重釋迦牟尼佛也天天在留言 所以在佛教本身來講 無論宗派有多少 大臣小臣在中國 一共有十個宗派 這個派裡面還有這個小的派別 宗裡頭還有派 分的是很多 分的再多總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個祖宗傳下來的 所以中國人叫龍的傳人 一家都是一家人 應當彼此相親相愛 那這個祖宗看到才歡喜 你這個家族才會興旺 這是一定的道理 那麼看到整個全世界 其他各個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宗教 就等於是我們的堂兄弟表兄弟一樣 我們也要互相尊重 如果哪個地方出了事情不往來 那麼換句話 都給世界帶來災難 帶來的衝突 帶來的不和睦不和平 所以這個都是一種遺憾 所以應當的時候 不但是佛教本身要團結 全世界每一個宗教都應當團結 共同為這個世界 為眾生創造幸福美滿的生活 我們常常聽到社會一些人講 島國倒是很小 居住在島國的人民 心量都非常下小 那麼從島國我覺得呢 不以為然 如果島國的人心量走向海洋 海洋就包括了全部大陸了 如果再從海洋走向太空 那就是佛菩薩的境界 佛菩薩的心量 心包太虛兩周無沙界 這齊心動念呢 不但是為自己國家人民著想 為全世界人民著想 更大的呢 是為整個虛空法界 一切眾生的利益 幸福著想 那這個人就轉返成神了 這個是佛法教學真正的目標 這次20世紀 20世紀 第一次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20世紀 特に今でもキリスト教とイスラム教圏内の争いをやっている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仏教者としてキリストイスラムの争いですね そういうことをど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どういうふうに接していくの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聞きました 佛陀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 我常常讲教学的内容归纳起来只有三座事情 第一个 佛告诉我们 人与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第二个 人与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什么 第三个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是什么 只要把这三座事情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这个人在佛教里面就称他做佛陀 他一定搞得相当清楚了 但是还没有到究竟圆满呢 我们就称他做菩萨 所以这个人对于这三个问题 你疑惑 而不能够了解他的四世真相 那么这样才产生了许许多多错误的想法看法 由于想法看法错误了 才做出许多错误的这个事情 那么这是代给这个人类自己带来了罪物 带来了国报 所以佛家讲的英国报应 英国报应是人类自作自受 那么圣贤人对于这个一切众生 他用的方法是教化 是教导你 让你明白了 救了 救了之后 这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所以人不能不接受圣贤的教诲 圣贤的教诲是觉悟的教诲 佛家讲破米开悟 这个教育是比什么教育都重要 那么在大成经典里面 像这个华言 乐言 法华 都讲到这个虚空 法界 刹土 众生 原本一体 什么时候你能够证实 佛所讲的这一段事情 这个人就叫做正乎 就叫做正道 我们中国人俗话讲 这个人就成佛了 只要你把他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个人就成佛了 所以成佛是在佛法教学里面 最高的一个学位 我们用这样看法说 大家很容易理解 佛陀是最高的学位 菩萨是第二个学位 其次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 像现在学校里面的 学士 硕士 博士 佛就是博士 菩萨是硕士 阿罗汉是硕士 所以一切众生都能撤佛 你都能够拉到这个学位 那么这个中国跟日本 都非常信仰观世音菩萨 这个几乎真的是 这个家家观世音的 后佛阿弥陀了 在这个中国日本是非常流行的 那么我们知道 观世音菩萨经典里面讲 菩萨有三十二应声 神通广大 应以佛声而得度者 菩萨就献佛声来教众生 那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 那应以基督声得度呢 那菩萨当然就献基督声去读他 那应以安那声得度的时候 那菩萨的时候 观音菩萨一定献安那声 所以你能够有这个认知呢 所有宗教里面崇拜的那些神圣呢 是一个不是多元的 他在佛教里面叫观音菩萨 在基督教里面叫耶稣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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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里面叫 这个这个资讯不发达 所以没有这样子密切的往来 每一个地区形成他地方上的文化 那佛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 他有能力啊 这个变化很多的这个身份形式 来度各种不同的种子 那么在今天呢 这个资讯发达了 这个交通发达了 地球变小了 应当豪尔为一了 应当把彼此这个界限统统突破了 不但在整个地球上我们要突破 我们还要突破太空到其他星球 这个信念才解开了 才知道我们原本都是一家人 所以这个希望人家呢 世间只有一个唯一的 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 我肯定没错 所有一切神明都是这个真神的化身 所以在佛法里面讲呢 佛有很多神 佛没有一定的这个形象 佛也没有一定的说法 总是横顺众生 众生心里面想什么 他就能变现什么呢 这个色相 众生希望知道哪些 这个这些法的时候 他就给他说哪些法 所以完全佛家讲的时候 切记切礼 这个切记就是适合他的程度 适合他当前的需要 帮助他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 带给他了幸福美满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教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教 所以佛教里头决定没有明信 所以当一个人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他的妇宙人生真相 那个度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为众生服务 自自然然的 他会为一切众生尽心尽力的服务 那么现在在我们人类来讲 障碍的障碍 障碍我们的智慧 障碍我们的智慧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如果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这个障碍就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是怎样帮助人住 帮助人回头 这个回头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回归到自信 所以宗教确实是可以盘接 可以互助 我们在新加坡 在这个四年当中 从事于这个工作 得到非常好的反应 那么在去年佛教居士林开放 每个星期邀请了 其他宗教的传教师 到我们佛堂里面来 讲他们的道 讲他们的经 我们互相来学习 那么今年呢 新加坡的天主教 伊斯兰教跟印度教 都开放了 都欢迎其他宗教传教师 到他们那里去讲进 所以这个风气 从新加坡慢慢就带动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那么终极的目标呢 我们是希望 联合全世界各个宗教 我们来建一个宗教 这个教育的大学 这个大学里面 每一个宗教就是一个学院 像我们这个佛教成了一个佛学院 这个是宗教大学里面的佛学院 那么佛学院里面 分很多系 那像中国佛教有十个宗派 每一个宗派就是一个学系 这样将来全世界任何这个宗教 我们都变成一家人 都变成同学了 只是不同院系 只是不同院系 那么所有重要的科目呢 我们都一起学习 彼此互相了解 这样子误会就没有了 这个冲突当然就不会存在了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学府 是会替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 消除一些无谓的冲突 对于这些学院里面的大学 どうも貴重なお時間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能够得到教师的这样的 非常有的问题 在日本当时非常有的感谢 仏教が宗教ではなくて 教育であるという言葉が 非常に印象に残りましたし 認識を新たにいたしました 他说呢 今天他自己本人受益匪浅 为什么说呢 您刚才提到呢 佛教不是宗教 而在于教育这一点呢 给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说对于他的那个更新自我 更新他的自己的思想呢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非常感谢 同时又跟他讲 现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接触许多宗教 像这个日本宗派也是如此 这里面确确实实 有真正觉悟的人 只是没有缘分提醒 一提醒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觉悟了 所以这个我们看世界前途 还是光明的 这些人团结起来的时候 确实对世界和平 会有很大的贡献 是有很大的贡献 是有的 是有的 在戦争中 シベリアに抑留されて 生死の盛りをさま読われた その中で 阿弥陀教の悟りを感じ取ったという話を聞いて 非常に感激したという それは 松林管長 他 也是幾位 精力非常豐富的 是何他 在二战時 他 analytics人��은部隊的人 他 警察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 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那個地方 他 等於 学習神教的阿弥陀教 经过阿姆陀经了,他走上了净土之路 他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自己本身也非常感动 是的 Zither Harp Zither Harp